一个叫Jeff Ross的网友他发了个推 他这个推谈到圣路易斯联储的鸡蛋指数 确确的来说呢应该说用比特币买鸡蛋 这里有他的推特handle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加他 他这个推的意思呢就是说 他说我最喜欢的网页圣路易斯联储的网站 用比特币买鸡蛋 自从他们2015年跟踪这个指数 一直到2023年一盒鸡蛋的价钱 用美元计算上升了5.2% 从2.11到2.22 就是从2块1毛1上升到了2块2毛2 用比特币计价下降了99.1% 一盒鸡蛋的价钱呢 从925406个Satoshi降到了7993个Satoshi 如果大家不知道Satoshi是啥的话 可以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比特币 一个比特币呢等于1亿个Satoshi 就是10的八次方个Satoshi 所以说Satoshi和比特币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就像1块钱等于100分一样 同样的道理 他这里呢他说有个结论 他说持有美元越久 生活将变得越昂贵 持有比特币越久 生活将变得越便宜 越轻松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美联储它有12个地区性的储备银行 包括波士顿 纽约 费城 克里夫兰 李士满 亚特兰大 芝加哥 圣路易斯 明尼阿波利斯 堪萨斯 达拉斯 和旧金山 杰弗洛斯呢 他也截了两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 其中第一个图呢 就是一盒鸡蛋 用美元计价的价钱 从2015年到2023年 第二张图呢 就是用比特币计价的价钱 当然他这里呢 实际上用Satoshi计价的价钱 然后他这里也分享了 这个网页的链接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这个网页上呢 有一段说明 意思是这样 他说上面 Fred这张图呢 跟踪了鸡蛋的价格 具体来说 自2021年1月以来 每个月都有 十几个大型 A级鸡蛋 以美元计算 他说呢 这个图是脂肪图 也成为调性图 每个调性的长度 代表价钱 仅仅看一下 柱形的高度 就可以看出 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 截至4月份 最低价为1.47美元 最高价为2.52美元 这种剧烈的波动 是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 经常被排除在货币政策分析之外的原因 破解第一个概念相当简单 但Fred博客团队提出了另一个想法 如果我们用比特币 而不是美元购买同一盒鸡蛋 图表会是什么样子 下面这张图呢 显示了这一点 由于比特币的价格 由于比特币的价值远高于一盒鸡蛋 因此我们将价格乘以1亿 以所谓的葱来表示 他这是说比特币的最小单位 实际上葱呢 不是比特币的最小单位 这个有很多人有误解 实际上呢 比特币的network上 只有唯一的单位就是葱 比特币的network上 没有比特币 我们只是把1亿个setoshi称为比特币 后面呢 他说价格波动较大 在2829欧至6086欧之间 远高于美元价格 另外 您还需要添加比特币交易费用 最近约为2美元 但有时可能会飙升至50美元以上 如果你用比特币进行购买 你会在你的篮子里放更多的鸡蛋 当然他这个解释呢 他是说从2021年1月以来 因为2021年1月以来呢 比特币出于熊市嘛 所以比特币的价格反而上升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指数是从2015年开始追踪的 后面他这里说呢 比特币的交易费用比较高 其实呢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 因为将来 即使大家用比特币买鸡蛋的话 也会用lightning network 不会用比特币的底层网络 而lightning network呢 交易费用远远低于信用卡 所以说他这里说的比特币的交易费用 可能会标志50美元以上 跟这个鸡蛋实际上没关系 因为你也不会用底层网络去买鸡蛋 这个网页你刚打开的时候呢 上面这张图就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从2021年1月到现在 然后下面这张图呢 也是从2021年1月到现在 但如果你调整把这个时间跨度呢 调整到2015年到现在 然后就涨得像现在这个样子了 就上面呢 美元价格略有上升 而你比特币基加的鸡蛋价格呢 是大幅下降的 如果这是一只股票的话 你想这个股价会涨回来吗 有可能会涨回来吗 所以你同意Jeff Ross的结论吗 就是持有美元越久 生活将变得越昂贵 持有比特币越久 生活将变得越便宜越轻松